哟大家好吗 我是你们无中生的老朋友提尾 什么不认识我 我是那个摩托车博主啊 别走别走我知道 原本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呢 是那个长腿美眉高妹小白 对吧 但是很遗憾他现在人在上海 所以只能呢委托在杭州的我 来替他看一款他非常喜欢的实车 什么车呢就在我身后的 Smart展厅里面的 Smart精灵一号 走起 哎呀说实话 第一次跨界做汽车的测评节目啊 难免没有什么头绪 我尽量试试看好吧 来我们先看外观 这次的Smart精灵一号呢 采用了这个家族化的 以前是Smart市长这样的吗 我印象里好像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啊这台Smart精灵一号 跟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Smart 完全不一样 它是基于SEA浩瀚平台所打造的 那这个SEA浩瀚平台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极客001的那个平台啊 然后外观和内饰呢 都是由奔驰亲自操刀设计的 所以它和当初的那个概念车的 相似度非常的高 我想这也是新能源车的 一个很大的优势 现在在我面前的这款颜色 叫做时光绿 那以我现场的观感来看呢 它确实采用了非常多柔美的线条 也确实是女孩子会比较喜欢的那种类型 但是这样一来呢 前脸对于我这样的直男来说啊 就显得太过于可爱了 我个人呢反而更喜欢它这个车尾的设计 虽然也比较的厚实 比较可爱 但是呢 有了这个贯穿式的尾灯 包括它里面的离子光效之后啊 我感觉会显得更加的有科技感和时尚感 在这里顺便要提一嘴啊 我的身高呢 是187 大家也可以通过镜头看一下我和这个车的人车对比 作为一台小型的SUV啊 这车确实是长得可可爱爱 好 我们现在坐进这个车内啊 关上前后都有的无边框的车门 现在目前呢是调到我最舒适的一个驾驶位置啊 一进到车内满满的这个奔驰味就扑面而来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感觉 那如果把这个屏幕竖过来放在这的话 是不是有新C级的那个味了啊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屏幕呢 我们就来试一下搭载了8155芯片的这个车机系统的流畅程度怎么样 我们来试一下 那很遗憾的是它并没有搭载这个CarPlay 不过呢 以它目前系统当中呢 有的这些软件 包括有一个应用市场 应该后期会有很多的软件可以添加进去 我们来试一下它这个高的地图 好 看一下它这个缩放功能 还是比较跟手比较流畅的 然后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台 其实是一台低配的车型啊 但是呢 它的这个配色的搭配我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它用到是一个白内 包括我们这个座椅的皮质也是白色的 然后搭配上一个拉丝营的一个环抱式的座舱 那底下呢 会有一些储物空间 像女士的话一上车就可以把自己的奢侈品小包包放在 底下这个储物空间里面 然后像一些高配车型的话 因为它目前是样车啊 我们拿这个车来举例 它是有这个无线充电 然后还有Type-C的充电接口 还有一个点烟口 刚才我也说了嘛 我最舒服的驾驶姿势 所以你看到这个座椅靠背的角度还是比较靠后的 但即便如此以我1米87的身高 前面还是会有空间 也就是说以我的观感来说 我觉得如果前后都是1米70多的朋友的话 那其实这个空间是非常的够用的 包括中间啊 如果要坐人的话 它的地台其实也是几乎是全屏的 所以如果我这样子身高 坐在中间又是因为它是SUV 有一个全景大填床 我头部空间 包括视野看上去都是非常宽敞的 如果说室内应应急的话 我觉得是完全够的 配置方面的区别呢 这台Pro加版本相比Premium版本 它多了真皮方向盘 HOD抬头显示 Type-C和无线充电 真皮座椅 座椅加热 后排隐私玻璃 驾驶辅助 闭次音响等等 一系列能提升驾驶享受度的配置 我光看配置表啊 就已经眼花缭乱了 感兴趣的话 大家回头啊 可以慢慢的研究 那么作为一个开车必须要听歌的人啊 我非常想体验一下 它在高配车型上搭载的13个扬声器的B词音响 效果怎么样 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不得不说啊 跟我自己车上的这个哈曼卡顿 和燕飞力士比起来 这个B词音响的 尤其这13个扬声器啊 搭配起来 低音确实是比较强的 那么 在中音和高音方面呢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听周董哥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把中音和高音稍微调一下 目前来看呢 这两款车型在预售价方面的差价体现是4万 那么除了配置还有一个因素 其实就是动力 由于是静态展示 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Smart精灵1号配备的是后驱单电机 搭载66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组 最大功率为200千瓦 最大扭矩343牛米 官方公布的0百加速时间为6.7秒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是永磁同步电机 但是Pro加版本用了SIC也就是碳化硅作为功率器件 理论上是能够提升功率的密度 两款车型的续航里程分别为535公里和560公里 慢冲快冲超速冲的时间分别小于7.5小时 40分钟和30分钟 怎么样小白今天我这个Smart精灵1号的静态介绍的够详细了吧 当然我也很好奇这台后驱电动SUV开起来会是什么样 那我就在杭州等你一起来试驾了